哈啰 大家好 我現在很快拍一拍一個買菜 你們都可以看到有這個雪糕糯米池 所以我要趕快一點 而且我白色還沒好得完 所以也有一點沙 首先是雪糕糯米池 我總共買了四顆雲尼腩味 因為一向雪糕的我都喜歡最原始的雲尼腩味 然後粉紅色那顆不是草莓 它們沒有 所以這個是紅綠色的味道 另外綠色的是開心果味 之後就是芒果 然後又是不健康的東西 就是這個芝士蛋糕 這個是藍莓的 之後有這個蜜瓜橙色的 雪條 這個是奶味的 單一會兒給你們看看 還有一些迷你的薄餅 主要是一些芝士的薄餅 我也喜歡吃芝士味的 它小小粒的方便一點 之後有這些梨 比較大粒一點 買了四顆 然後是一梳的椒 它們只有一些很青的 所以沒得選擇 這袋就完成了 之後就去到這袋 有這個蛋 是最正宗的啡色蛋 然後是芒果味的雪條 然後這一盒 這一盒是粉 就是一次試 所以只買了一盒 都是一些健康organic的粉 然後一大支芒果汁 這個牌子也很出名 很巨型 然後有一些蘋果 好像買了五顆 很大的 可以試一下 好了 這袋也完成了 到最後一袋 不健康的東西 就是這個薯片 就是芝士味 沒試過的 所以也想試一下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蔬菜的薯片 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買了兩包飯 這個是泰國Jasmine的飯 類似金醬米的 因為這裡也有很多風格 然後 就是有這個 這個是餃子 但是就是菜餃子 可以放在粉裡吃 之後又是一支juice 士多啤梨再加上香蕉 到最後就是spinich 這個organic girl的菜 他們沒有白菜 在whole foods 有時候也有新鮮的 但是這次就沒有了 所以就這麼多 這裡就是一張單 總共我買了97.37 看起來最貴就是這個10元 那個糯米糍 但其實我有幾顆 應該八顆total 所以是兩元一顆 但不適合再說 大致上的價錢就是這樣 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和Facebook 那好吧 拜拜